哥哥 今天是我们相识一周年的日子 马上就要中考了 虽然你人在外地 但是也会保佑我 考出一个好成绩的对不对 都一年还想着他呢 还一周年 你说你是有多喜欢他呀 谁说我喜欢了 我就是日常迷信 还好那小纸条被我弄丢了 不然我都成了 早恋小推手了 接下来 让我们有请第一位摊赛选手 闪亮登塔 各位老师好 我的作品会让玩家 在仙霞世界里体验到 八生八世的爱恋 我的机械设定会让玩家 拥有更加澎湃刺激的 视觉体验 大家好 这是我的参赛作品 蒙虫养成 可以在线缓解 都市男女的孤独感 霸道总裁和灰姑娘的故事呢 永远是女性玩家的刚需 各位评委 在追求艺术性的同时 也要考虑经济效应哦 好 学生墨移准备 下位到你了 兄弟 你还是回去吧 你看你脸都滑了 你自己不信命就算了 万一把别人给吓死了 答应过他的事情 我就一定要做的 我在这儿等你 谁在监制不住就赶紧出来 这是我设计的作品 《少女与孙悟空》 从前有一个初二少女 从前有一个初二少女 在她最无助的时候 孙悟空出现了 放开她 放开她 我让你放开她 从今往后 我保护你 从那以后 每天的上学放学 少女再也不会害怕了 那段时间 成了少女最快乐的时光 有什么问题 你继续找我 走了 但是快乐总是短暂的 有一天 孙悟空突然不见了 别瞧了 都搬走了 怎么突然就搬走了 但万幸的是 孙悟空给她留下的这个 少女每年都会许一个愿望 只要愿望不太过分 悟空都会保佑她 把愿望实现 少女长大后的一天 她万万没有想到 孙悟空化成了人形 她出现了 她再一次地 来到了少女的身边 帮助她 帮忙 陪伴她 使她能够站在这里 绽放光彩 但是少女也知道 她们不是一个世界的人 但是少女还是忍不住地 续了愿望 我喜欢你 她希望 孙悟空可以永远地 陪在自己身边 永远地留在这个属于自己的世界 虽然她可能来不了现场 看我比赛了 但我想借这个机会跟她说一句 能不能看你 从黑夜到明明 哥哥 谢谢你 孙悟空 你真是满身猴毛办事不劳 这么重要的时刻 给你机会你不种用吧 我要是孙悟空 我早就脚踏七彩祥云带着少女去 是你的孙悟空吗 真的是孙悟空 他来了 他真的来了 掌声在哪里 谢谢你 谢谢你 我印在我的 我印在我的 全部的 全部的 细细 孙悟 你跑什么啊 鱿鱼 孙悟空 她说 她答应过你要来线上 可她是在这么做 孙悟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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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